荆轲刺秦,这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刺杀行动之一,大家都以为他这个刺客能一击避重,结果却反被秦王连刺拔剑,这事要是搁在别人身上,或许还能理解,但荆轲可是被称为刺客中的翘楚,怎么会连反击的机会都没有?难道他真是武艺不如秦王,还是说另有隐情? 这一战背后,是策划不周,还是心理战的失败,其实真相并不像表面那么简单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大家好,欢迎订阅真正历史,荆轲刺秦,这件事情还得从战国末期的天下大事说起,战国七雄中,由于燕国受帝势所困,一直都比较弱小,总是被别国欺负,以至于战国后期诸侯战乱,燕国享天安逸于也不可能, 再加上燕国和秦国土地又接壤,而吞并六国是秦国自商样变法后几代国君的国策,所以面对强大的秦帝国,燕国岌岌可危,面对这随时都有被吞并的可能,燕王惶惶不可终日,这时,秦国大将王简灭了赵国向北直逼燕国南部边界,这更让燕国如坐针毡,面对如此局势,燕国太子丹的老师和大臣都劝他联合处,为再组合纵, 对抗秦国,但太子丹认为,这种布局费时费力,看到结果不知要到猴年马月,而按照燕国此时的情况,他不能等,所以他决定收买刺客去刺杀秦王, 其实,太子丹刺杀秦王不仅仅是因为害怕秦国入侵燕国,他还为了报私仇,太子丹年少时和秦王嬴政同在赵国做质子,两人从小就是完败,同为天涯沦落人的两位少年,惺惺相惜成为好友,后来两人双双归国,嬴政坐上了秦王的位置,随着秦国越来越强大,燕国为了表忠心,又把太子丹送到秦国当人制, 太子丹认为,以他和嬴政年少时的那份友情,秦王一定会后代他和他的国家,可是自古若过无外交,更何况千古一帝嬴政的野心就是要一统天下,则会因而食的那点情分而富人之人,面对秦王的百般羞辱,伤心失望的太子丹怀恨在心,偷偷逃回燕国,他一直想着要报复嬴政,但是燕国国力弱小,打不过秦国,现在秦国大军又兵临城下, 心仇就恨让太子丹恶向胆边生,既然我打不过你,那就找刺客干掉你,只要秦王一死,秦国必定内乱,说不定燕国可以趁虚而入,将其吞并,瞌睡来了,就有人递枕头,这时有一位名叫田光的谋士向太子丹推荐了神勇之士荆科,荆科从魏国来到燕国后,太子丹以国事治理代治,好吃好喝的共战,还与荆科共成千里马, 可是荆科认为燕国的存亡跟他没有任何关系,再说刺杀秦王,这可是有去无回又丢性命的事, 荆科婉拒太子丹,认为自己不是干这种大事的人,太子丹动之以秦小之以理劝说荆科,秦国吞并六国的野心已经势不可挡,已经有几个国家相继被灭, 现在秦军已兵临城下,燕国也将不齐后尘,燕国鸡贫鸡弱,面对面正钢琴国,无异于以卵击石,毫无胜色, 为了天下,只有刺杀秦王才能解决天下纷乱的局势,一番操作下来, 荆科为太子丹的大义所感动,他也准备为知己折死,所以荆科应下了刺秦的使命, 刺秦计划秘密即行,太子丹花仲金打造了一把锋利无比的匕首, 为了保证刺秦是万无一失,这把匕首还在毒药水里反复浸泡, 所以匕首只要伤到人的皮肉,此人就必死无疑,为了刺秦成功,燕国也算是花了大本钱, 燕国为了使秦王相信自己是主动投降,从而对燕国使臣放松警惕, 太子丹把自己国内最肥沃富庶的都康地区的地图献给秦国, 而且为了能够近距离接触秦王,太子丹更是为秦王准备了一份厚礼, 秦国叛将樊于期的人头,出国和赵国的战争中,樊于期打了败仗, 不敢回秦国逃到燕国,秦王对此恨之入骨, 曾悬赏千金捉拿樊于期,有了此人的人头, 太子丹和荆科认为可以近距离接触到秦王, 刺秦应该没问题,为了进一步完善刺秦计划, 太子丹给还荆科配备了一个搭档, 有着燕国第一武士之称的十三岁少年秦武阳, 但是随着秦国兵力溢水,太子丹心机如焚, 荆科却没有动静,太子丹为了防止荆科新生悔意, 一而再再而三地催促荆科动身, 无奈之下,荆科只好带着秦武阳仓促去往秦国, 荆科和秦武阳带着地图和人头来到咸阳宫拜见秦王, 可秦武阳毕竟是个十三岁的毛孩子, 在街头当个小混混斗凶耍狠, 可能会让普通百姓害怕而敬而远之, 可是真的上殿来见到微风凛凛的秦王, 和满朝垂手而立鸦雀无声的文武大臣, 还有朝堂外手持武器肃立的武士, 秦武阳立即被吓得脸色苍白,浑身发抖, 秦王和众大臣心中觉得可疑, 荆科只能用小地方的孩子没见过大事面来打圆场, 这时的荆科倒是表现出了侠客的沉稳, 随即秦武阳退下荆科独自一人拿着地图和木匣献给秦王, 当秦王看到木匣子里果真是烦于气的头颅, 心中不免大喜, 连忙让荆科把地图也盛上来, 荆科把地图慢慢打开, 最后图穷笔线, 他一把抓住秦王的袖子, 拿上匕首扑向秦王, 此时秦王也发现了匕首, 打惊失色, 暗教不好, 他急忙扯断袖子摆脱荆科, 而后拔腿就跑, 边跑边拔剑, 准备迎战, 可能因为太慌张, 而且剑又太长, 这就发生了比较喜剧的一幕, 秦王绕着柱子跑, 荆科跟在后面追, 满朝文武大臣都手无寸铁, 惊慌失措, 因为秦王规定五十五兆不得入内, 其他人也不能配件上殿, 面对如此窘境, 秦王应该有点后悔吧, 可就是如此好的机会, 却硬生生被错过, 这真是天药王荆科, 这是他一下午且反应过来, 他集中生智, 把随身携带的药箱奋力砸向荆科, 就是这一举动, 给秦王制造了一线生机, 在荆科伸手挡药箱之时, 旁边的大臣也有人冷静下来, 对着秦王大喊, 王复剑, 王复剑, 秦王也立刻领悟, 拔出长剑, 也不知是秦王太强, 还是荆科太弱, 搏斗中秦王砍断荆科左腿, 荆科倒地, 但荆科还想最后一搏, 他用尽全力把匕首置向秦王, 结果偏了, 匕首击中铜柱, 秦王大怒, 上前连砍荆科八剑, 以解心头之恨, 此时荆科也明白, 刺秦彻底失败, 转而已驻, 而笑对秦王说, 是所以不成者, 乃欲以生确之, 必得逐气以报太子爷, 最后一代剑客, 被冲进来的士兵乱刀砍死, 秦武阳也被斩杀殿外, 综上所述, 荆科刺秦失败会反杀的原因, 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造成, 太子丹决定刺杀秦王这个角色, 就是个错误, 作为异国太子, 一点政治头脑都没有, 不听老师和大臣的意见, 联合纵横以至秦, 而从长计议, 反而掺杂个人恩怨, 而不顾国家大祸患, 收留了樊于期, 给了秦国攻打燕国最好的理由, 更为了卸私奋铤而走险, 收买刺客去挟持秦王归还土地, 不行再杀之, 这简直就是一个糊涂而且荒唐的角色, 不知太子丹有没有想过, 即使形势成功, 也不可能改变燕国灭亡的结局, 更不可能阻止秦国一统天下的决心, 还有可能遭到前所未有的报复, 果不其然, 行刺失败后, 几十万秦军直奔燕国首都邯郸, 太子丹本人也被自己的父亲杀死献给秦王, 以求停战, 还有就是荆轲自己学艺不经, 而错过最佳刺杀秦王的时机, 荆轲从小喜号读书, 基建, 曾经想凭借剑术游说魏国国君, 也许魏国国君早就看出此人不可担大任, 没有任用的, 荆轲只好开始在各诸侯国中游历, 在漫游过程中, 他曾和剑客概念, 鲁巨剑论剑, 可最后都是悄无声息认怂跑路, 这也可以看出荆轲剑术并不十分厉害, 也许正因为荆轲对自己有着比较清醒的认知, 所以太子丹将刺秦的任务交给他时, 他是拒绝的, 最后在太子丹一再劝说下才答应, 因为刺秦是机密, 田光因为知道这个秘密而自杀, 现在他也知道了, 所以去刺秦是死, 不去也活不成, 不得已只好答应, 最后在太子丹一再催促下仓促上阵, 而在和秦王一对一的决战中, 接连错过几次最佳刺杀时机, 这更能证明荆轲真的是学艺不经, 见术一半, 再者就是选错搭档, 虽然秦武阳十三岁就因杀人而闻名燕国, 但这小子是个官三代, 也为他有贵族身份作户身符, 所以小小年纪就心狠手辣, 在那个贵族有一切特权的时代, 秦武阳杀个把人根本就没人能把他怎么样, 反而让他名声大噪, 但他毕竟还是个孩子, 没有见过多少大场面, 所以当他来到咸阳宫, 见到秦王也就只有描耸的份, 从而让秦王心生警惕, 最后就是秦王嬴政, 也许真是天选之人, 他肩负着统一天下, 结束战国混乱的局面的使命, 所以上天格外垂帘, 让他躲过一劫, 当然这只是是戏言, 战国后期, 由于诸侯长期混战, 百姓流离失所, 苦不堪言, 各个诸侯国的实力随之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 秦国经过几代国君的努力, 再加上经过了商样变化, 国内经济和军事实力大增, 随着国力的增强, 秦国意识到社会变革的重要, 随着景田制的瓦解, 秦国的新兴地主阶级登场, 这种超前的社会制度使得秦国率先崛起, 实力更加蒸蒸日上, 无论经济, 军事都领先其他诸侯国一大劫, 此时的嬴政也就准备实施自己的报复, 开始周密部署, 准备灭掉六国, 结束战乱, 一统天下, 所以事情并不会像太子丹以为的那样, 只要刺杀了秦王就可以要回备侵略的土地, 天下又回到分封时代的格局, 荆轲刺秦虽然失败, 但也算得上是一条真汉子, 他这种是为知己折死的精神倒是让他流放百世, 而作为刺秦的策划者太子丹也和荆轲一样, 在历史上有了很高的知名度, 所谓分九必和, 和九必分天下统一是大事, 所以时也运演, 荆轲注定成为一个悲情刺客留在历史的长河之中, 对此你怎么看?